高雄市教育局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合作推广教育活动 今年是将国际书展和书食做结合 希望民众能边读好书边吃好蔬菜 另外像童话剧、千人茶会、亲子同乐才会登龙等等 活动是精彩可期 欢迎民众一起到佛光山享受阅读带来的正向力量 高雄市教育局和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多年来合作推广教育活动 今年将国际书展和书食一块结合 希望民众能边读好书边吃好蔬菜 活动记者会上播放佛陀纪念馆的行销短片 预告今年书展主题像是童话剧、茶会、亲子彩绘灯笼等 活动精彩可期 有一些展览跟表演 那展览的部分有静态跟动态 动态的一个部分就是有猴子王闯天下 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表演 甚至于有千人茶师 小小茶师会为大家泡茶 还有千人彩绘佛馆的这种所谓的平安灯 那我相信这里面都是多采多姿 非常的丰富 除了行销短片外 现场还有小朋友带来可爱的舞蹈表演 精彩生动的行动剧 以及上菜秀等等 藉此鼓励民众多多阅读 将国际书展多吃蔬食的理念呈现出来 看六年的这个书书展 就是要鼓励大家来看书 书是一个手段 最重要的是让你亲情和乐 何时能够共同看一本书呢 这就是我们回去要值得回味深思的地方 今年国际书展10号起 将在佛陀纪念馆盛大登场 将有许多图书出版社和书食厂商参展 另外现场也将安排闯关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力量 港都新闻张世民夏小新采访报导 美国人快乐MING众 eksth访报导 美国人快乐MING众